比我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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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金国 你干嘛呢你 我刚找着点缝 跳舞东东 您这还跳舞的 合身外堂 你外行吧你 你管我外行不外行 我就不断地锻炼 我肯定有进步 反而倒是你 一天到晚坐在那儿不动了 你早晚你是骨质疏松 腰椎键盘突出 你就叹了 什么嘴啊你这是 你咒我干什么你 我招你惹你了 这可不是我咒你 就你这么老这么坐着呀 容易糖尿病 高血脂 知道吗 碍着你了吗 行了行了 别吵了妈 妈 我也说了 你也真是的 干吗去找萧玲珑 这不是添乱吗 儿子 我那是替你说话去吧 你什么呀你 你就是添乱 你这张嘴啊 整个就是一个理决外调 搬弄是非 破坏安定和谐 儿子 你看 萧玲珑 到你那儿给我打小包告诉你 这你别怪人家闺女 是你先惹的事 你那张破嘴啊 我跟你说 你早晚 你瞧 她不爱听了 看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我没说完呢 你这嘴啊 这辈子吃亏你就吃亏她这张嘴上 知道吗 伪张嘴 哎 怎么是你啊 哎 怎么是你啊 哎 怎么是你啊 哎 你说怎么是我啊 哎 张嘴 让我问你 哎 张嘴 让我问你 你是不是不打算娶萧玲珑啊 你是不是不打算娶萧玲珑啊 怎么啊 打包不平啊 打包不平啊 想打我啊 打你 打你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萧玲珑告诉我 要不是萧玲珑告诉我 我要动你一下 他不认我这弟弟 我早就让你进那个重症监护时间了 余海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个拳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问题非常简单 如果说我草率地做了一个决定 你认为我对得起你姐姐吗 看你现在知道吗 是萧玲珑已经草率做一决定了 他怎么着了 他现在要跟别的男人相亲去了 什么 催一催深圳每家电单公司的款了 因为最近我们公司的资金需要回楼 无论如何今天要把账给做出来 因为新厂筹委区需要用钱 一会儿高总就要开新厂筹委会 公司资金状况先不要告诉他 我明白 是 杨总 香水不错 是啊 据说支子卫能够消除不良情绪 它的确非常影响我的情绪 我很高兴您能够喜欢 因为我非常喜欢 看来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非常感谢你上一次帮我搞定那个难缠的女顾客 高总对你的能力非常欣赏 可我觉得 你有很强的公关能力 也没有了 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做销售的 经常跟客户打交道吧 加油好好干 玲珑啊 我和你妈妈那是老同学了啊 咱们有什么话就直说 我这儿子我跟你说特别老实特别听话 你们两个呢从此以后就好好相处 到了年底啊争取一把婚礼就办 陈阿姨 我们这才第一次见面呢 您说得也太快了点了 现在的年轻人不都将闪婚吗 你放心啊 咱们没有什么麻烦 我这人特别好相处 你妈知道 以后我一定像你妈妈一样对你好 好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们说我听着就行了 你们说 不是说要相互了解吗 你这不说话怎么了解呀 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你谈过男朋友吗 如果我说有你介意吗 我个人认为 如果爱一个人的话 就不会介意他的过去 你好 我是你的对手我叫张凯明 你好呀 按照国际惯例 女人婚前任何男人 都有权利公平竞争 你是谁呀 我是他的前男友 张凯明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的呀 阿姨您别担心 对 我不会破坏玲珑的幸福的 因为我爱她 我尊重她的选择 哪怕她不选择我 老同学 你太不像话了吧 你拿我们俩当里面才过呢 陈姐 你误会了 这个完全是突然的情况 这我也不知道她要来的呀 凯明啊 我们玲珑都跟你分手了 你不要再到这里来纠缠她嘛 如果玲珑跟我分手了 我想她会亲口告诉我 而且我相信 她有她的判断和选择 婚姻不是儿戏 爱情更不是 您说没有 我觉得这位先生说得非常正确 我祝福你们 谢谢你啊 得得得得 别说了 谢什么谢呀 我谢谢你们 幸好没让我儿子跟你 走 走 儿子 不是 陈姐 你别生气 得得得 陈姐 别说了 这不是 这是什么事啊这是 张凯明 你存心到这里捣乱是不是 阿姨 我不是存心的 我是真心的 请相信我 是 是 是 我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设计 来表达出一个女孩子 从情窦初开 蜕变成了一个成熟魅力女人的全过程 告诉我们设计好sexy哦 与其说性感不是说感性 现在的女性时装设计往往照点于性感 其实我觉得女人的性感 不在于三维的不同 而在于内心 如何将一个女人内心情感的变化 通过时装语言来诠释出来 这是我们的最大难点 这属于剑走偏锋 我喜欢这个词 始终呈现新的理念 才是真正的时尚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充满信心 我有信心 那下面我宣布一下 进入这次秀场的第一梯队的设计师名单 托尼 王晓颖 康璐 翠岳 有问题吗 高总 我能不能协助我的师傅托尼 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你该干谢师傅 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好 这样正好我们也需要一个助理 这样你除了协助东京之外 作为这次秀场的助理 全程参与 好吗 谢谢高总 好 大家忙吧 谢谢师傅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能不能别总叫我师傅师傅的 弄得我跟开出租车似的 好 杨总 有些话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金华 日黑刚一成立你就来公司了 这么多年 我跟你这件无论是愚工或者是愚思 都应该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是 所以说跟您在一起时间长了 见的人多了吧 觉得自己眼睛也毒了 那个初生 我第一眼见的就觉得 他不简单 那一双大眼睛 忽闪忽闪的跟闪光灯似的 啪啪的拍的全是男人 你什么意思 我那天吧 跟高总在您办公室找一份资料 这一押头进来了 说是找您 他又说找高总也行 你 他说什么了 我倒是想听啊 可是人家丫头好像是 一副不方便的样子 我心思那我就先出去吧 结果我出去 再一进来就看见 看见什么 这丫头送 送高总一个礼物 我就琢磨 你说他刚来的一孩子 他跟高总能有什么事 还得送礼你说 是吧 没事 刚一进来的员工 想拍拍老板马屁 也正常 是 不过杨总 别说现在很多小姑娘啊 她都是热羊皮 她一见着成功男呢 甭管你是有老婆没老婆 她多敢往上找我 我觉得您与其这样天天防着她 不如找一个游头 给她开了算了 有我在公司呢 她不敢 我还能拨护不得了 我才能拨护不得了 我们都会拨护不得了 我才能拨护不得了 我才能拨护不得了 要么呢 把你妈变成我妈 你满意了 你辩护成功 让我妈败诉了 你说这里是法庭 可于海说这是一场赌局 不过我很庆幸 我还是 赢得了你 我讨厌你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你怎么知道 你就一定能赢的 你不过是帮我破坏了一场相亲而已 你 反正那个男的我也没用看伤 不过全中国有好几亿男的 比你强的多了去了 除了已婚的 年纪小的 烂泥扶不上墙的 我想所剩无几了吧 我估摸着估摸着 我这一款应该是你最合适的 我花了三年时间了解你 自私 好的 自负 好的 浩大喜功 好的 吃饭挑食 好的 对了还有 上厕所经常忘了冲水对吧 家里还就一个四合院吧 还被你爹妈分成了两家人 你嘴上冠面谈话地说着 要什么事业有成 实际上 你是在拿我的青春 读你的明天 可谁又知道 你的明天是什么样呢 张开明的天是晴朗的天 张开明的玲瓏好喜欢 好喜欢 好喜欢啊好喜欢 好喜欢啊好喜欢 好喜欢 玲瓏你还记得吗 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也是我第一次握你的手 第一次 吻你 那是我的初吻 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希望是最后一个好吗 希望是最后一个好吗 嫁给我 我不太喜欢开这样的玩笑 我会当真的 我是认真的 可我知道 你想要的 是全心全意奔你的事业 你想要 玲瓏 你知道吗 当我第一天爱上你的时候 我就开始幻想 幻想能给你一个舒适的家 让你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你就是我的原动力 可我今天终于明白了 你要的其实很简单 那便是我 玲瓏 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 就是用三分钟时间去拍结婚照 希望你会丢阅 就会你的旋律 就是我 我唯一的旋律 就是我 我唯一的旋律 就像这一步 我不会远走 我不会远走 这种心情 你要用心听完美一句 你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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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美一句 我愿意 我还是会为你写下去 希望你会听 写着快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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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姐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我觉得你很喜欢蓝色 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有一些突破 尝试一下其他的颜色 突破呀 怎么突破呀 你觉得什么颜色适合我啊 我觉得紫色也适合你 因为紫色会透出一种忧郁 好啊 我试一下啊 我觉得你还是挺了解女人的嘛 做设计的嘛 最重要的要了解 你 你后面那个是谁啊 没事 你吓会一跳 没事 没事 吓死我了 这是我太太 那 我们下次再聊了 拜拜 这个 这 这 这个 没事 郭涵 我来找你谈件事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出征 你是不是很喜欢她 喜欢 喜欢她不少 不过我觉得这姑娘身上 有一股机灵劲和执着 怎么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呢 她身上确实很有味道 味道 那我没法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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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根本就没 没闻过她身上的味 枝子味 跟你送给我的香水 同一个味道 同一个味道 明白了 小婷 千万别误会 听我跟你说 我实话实说 行吗 其实这瓶香水 是初征送给你的 另外 我也不可能给她买什么香水 所以你千万别误会 好不好 你反应很快可是你编的 不符合逻辑 这不是编的 你 你 你可以去问初征啊 可是你给我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跟我说呢 你听我 听我说 你听我解释 其实我给你的时候 不是 不是 是你拿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这瓶香水的时候 其实我是想跟你说来着 可是我还没等说呢 你就说 谁说你不浪漫 我就 没说出去 第二次 我 我又想说说 你 你突然把我抱住 那么第三次 我其实还想说 你 你说 希望让我撒点香水 在你身上 所以我 没说出来 高汉 你听我说 从这瓶香水出现到现在 已经几十个小时了 直到我在初征的办公桌上 看到一瓶一模一样的香水 你才告诉我说 这瓶香水是初征送给我的 可是我今天看到初征的时候 他并没有告诉我说 他送给我一瓶香水 停 停 停 好吗 其实事情很简单 没那么复杂 昨天你在 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 其实 我很感动 我也很愧疚 所以 我才说 这瓶香水是我送的 或者我没有解释 你就当是善意的谎言吧 好吗 可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 我不知道你跟初征之间 还有多少秘密 停哥 你为什么总跟初征较劲呢 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 顾思成立七周年的派对 都让他给搅黄了 我去上海的时候 进了你们宾馆的房门 我看到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 十天半个月 你也不会跟我同床共枕 为了初征能够见瑞和 你竟然跑来跟我亲热 你说我为什么跟他过不去 你还不明白吗 夏天 我 我真的不想解释 我觉得我解释得很累 你一累我比你更累 我每天除了要照顾你的吃喝拉撒 照顾你的工作之外 你有多少时间是可以用来跟我沟通的 你把你所有的时间都用来 陪伴其他各式各样的女人 夏天 十年前我就是服装设计师 我就是要跟各种各样的女人打交道 这个你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可是我也是个女人 我也需要我丈夫对我的疼爱 可是你呢 你把你所有的时间和耐心 给了别的女人 那跟你不一样 你不要告诉我这是逢场作戏 现在连我的家里 都充满了你跟别的女人的影子 还有表叔 还有小方 还有香水 那我们的空间在哪儿 小婷 你已经从香水说到出征 从出征说到女人 又说女人 怎么又说到小方了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哥 你叫我 没没没 我就听到你叫我来着 小方 你是不是在偷听我们说话呀 嫂子 你怎么说话的 你这不是在埋态人吗 我什么时候偷听你们说话了 我只是正好路过这儿 听到你们在叫我而已 我们每次谈话的时候 你总是路过 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那你说话也太大声了吧 嫂子 再说了 你说我偷听 那你们再说我什么 都能让我听到的 是吧 行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现在跟我的丈夫 还有话没说完 我请你出去行吗 杨小婷 你也太不知道尊重人了 我现在告诉你 我跟你的话已经说完了 请你出去 哥 你说说你 咱们从北深里的女孩那么多你都不要 你毕竟娶了这么一个女人 你该把年纪了不生不养和说 还不会照顾你 进来 行了 你也出去 谢谢 郝弟弟 来 特别感谢你 不是你及时通知我 我就真的失去你姐姐了 姐夫啊 我这么做不完全为了你 也为了萧蓉蓉 谁让她没心没肺地爱上你了呢 我问你啊 如果我不去找你的话 你不会真的就 嫁给那个小四眼了吧 你觉得呢 她还真敢 她这招叫 舍不得自己套不着狼 但愿你套得不是一只白眼的狼 不可能 不可能 够和谐的你们俩 大家坐啊 随便坐 月海 瞧什么没 先给他们一人来十五个鸡尾酒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晓菱 不是 你有病啊你 成天带怎么说你 看着你 告诉你啊 行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我不想插手 诶 雨海 我觉得萧玲挺好的呀 对呀 多好一姑娘了 这话我爱听 我姐妹你哪头了呀 对呀 你不是被姐姐炒鱿鱼了吗 不 我不仅没被炒鱿鱼 而且现在还签了一份终身协议 协议内容随便填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说的 我承诺给你的是 一个人 一辈子 这就够了 姐夫 其实我们家的人啊 对你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希望你能对萧玲瓏好点 让她幸福 放心吧 姐夫 那个 你可以履行你的承诺了吧 什么承诺 那你的女人都找人了我呢 你们说初征呢 是吧 对 怎么了 我没关系 你们随便说 反正你就这么一个星期 早晚都得起来 姐 我求求你告诉我吧 初征在哪儿啊 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哪儿 就算是我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她还是不愿意见你 你都过去了啊 潇雨海 说实话 你找也找了 等也等了 就算你等到死 这杯酒也不属于她 你干吗 你给我放点了 不放 你放呀 我不放 怪不得你不给别人调这酒 原来这酒是属于你们俩的 你在这儿工作也是为了等她 是吧 凌儿 你想多了 那是过去的事了 对 我在这儿就与你她 怎么能 你太过分了 潇雨海 你说你喜欢这份工作 我才帮你的 没想到你是为了守树带兔 而且兔子还不是我 我要跟你绝交 行啊 那感情好 不错啊 赶紧走 行啊 行啊 别人拿着她 让她走 潇雨海 你有病吧 你能不能别这么较劲啊 就算是初中伤害了你 你也不能伤害别人哪 我就是有病了 我就抽风了怎么啦 好了好了 喂 妈 我和凯明在余海的酒吧呢 妈 你能不能别照劲啊 凯明不是答应结婚了吗 喂 喂 怎么了 阿姨生气了 她离家出走了 出走 出走你怎么不着急啊 她去她那儿的了 老张 你跟那儿扭着吗 你也不跳去啊 不跳 等我舞伴 老张 老张 我舞伴来了 师傅 老张啊 师傅 对不起啊 让你久等了 爸 我这昨天晚上住我儿子那儿了 所以离得比较远 来晚了 没事 没事 你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来吧 老张 我今儿没心情 不想跳 没睡好吧 不是 我心里面窝着气 心口窝着疼呢 那得 那咱就不跳 坐这儿陪你说说话 好吧 怎么了 愁眉苦脸哪你 我跟你说 你说我那闺女啊 自己搞了个对象 我看这小子不靠谱 这我就托我同学 给她介绍了一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 条件可真是不错呀 按照现在的那个 时髦的话说呢 那就叫高富帅 可我闺女就死活看不上人家 非要跟这个胡同串子 死心塌地地跟她跑 我 那这个 我不是说那长在胡同里的人不好 主要是说那 没事 没事 这个 我跟你说啊 其实胡同里也有人才 比如说我 我儿子都是人才 是是 我知道你们是相当优秀的人才 老丈 嗯 你儿子结婚了吗 没呢 不过快了 女朋友定了 嗯 你说这现在好男人都得预定 原本呢我还想着 把你儿子介绍给我姑娘认识认识 他看来没缘分 他俩没缘分没关系 咱俩有缘分就行了啊 那什么 你今儿有事没事 今儿 事是没什么大事的 还不是我闺女那事吗 行了行了 那孩子们的事啊 他们自己弄去 这么着 我今儿请你吃饭 到家去好不好 这可不行 你这个 不是 你别客气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第一 是吧 我这巴西巴西你这做师父的 是吧 第二呢 你看咱们俩都是为人父母 我好好开导开导你 这样呢你心里就能宽敞点 第三 也是最主要的 我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见识见识胡同里的人才 不是这太麻烦了这个 您说您 行了行了行了 咱们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那我可就得恭敬不如从命了 对 这么着 回头我把那个地址发进手机上 特好找 我现在就回家准备菜去 好好好 高总 这是通尼老师新做的秀场文案 需要您赶紧看一下 这动作可快的 那我先下去了 苏正 就是上次你送给杨总香水那事 我觉得你还是明确地跟杨总说一下 是你送给他的比较好 我以为您跟他说了呢 我也以为我跟他说就行了呢 我明白了 可是高总这样会不会 对我的世界不停纠结 喂 方 怎么了 你别哭 我马上过去 不好意思你跟托尼说一下 这文案我回来研究 好吧 我得去一趟麦瑞医院 我说说的情况比较麻烦 麦瑞医院 对啊 我有一个好朋友在那座高级护士 我跟你一起去吧 走 一块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别拽着我 你不能走 你拽我也没用 我没有钱 可我爹就在你姑娘上受伤的 你得负责任 你要这么说啊 我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你要是这么说 我还就不让你走了 凭什么 病人要是因为你的扯皮 有个三长两短 你背的可就是人民官司 别给我抢 不是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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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怎么了 高总 他们停了你叔叔的治疗费用 我觉得应该通知你本人 所以没有让他们走 你就是那个老高有钱的职子 好了 人我交给你了啊 干什么 什么话 什么叫人交给我了 我有没有钱 跟事故没有关系 这件事情你们要负责到底 明白吗 高老板 人是在工地摔得不假 但这也不一定是工商啊 他人自己掉下去的 是吧 我都没让你们赔偿交手架子钱 而且在医院还垫了一阵子 医药费 你说这够人意的了吧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你也太不讲理了吧 我怎么不讲理的呢 他就怎么讲理 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怎么说的不是人话呢 你是干什么的这 你 你走开 走开 主长 没事吧 来 干什么干什么 高老板 我想打你 跟这位女士道歉听见没有 别别别 送开送 好说好说 我是给老板办事的 我让你给这位女士道歉 道歉 我道歉也可以 这是医院 进哪科室你随便挑 费用我出 明白吗 好好好 好 对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还不行了 听着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 这件事情我会追究到底 你们逃脱不了责任 明白吗 嗯 陆总 没事吧 我没事 看来也不用我介绍了 我闺蜜 我老板 哥 他们把医药费停了怎么办呀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是医院的护士 我可以先去给你们做份担保 谢谢你 林龙 不过可能还需要有一件事 请你帮忙 这件事情可能我要诉诸法律 所以我表述的一些详细病例啊 可能到时候 哦 这个我懂 我会给你复印好的 对了 他男朋友是律师 应该能帮上忙 回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好啊 我真需要一位好律师 好 上学去啊 好 这小子长这么高了 回来了你 来 卖的还行吗 还行 更好多 快 干嘛呢 上我这儿试茶来了 照顾照顾你生意 够冷清的啊 我跟你说啊 你得注意你这个精灵思想 要不然挣不着钱 我用着你教育我了 那想当初啊 我再怎么那些 比你个退休工人挣得多吧 那想当初 要不说我买顿功龄的话 我跟你说 我儿子上大学都没钱 你还真别这么说 上大学咱俩已经是出了一半了 这男人吧就是这样 这算起账来特别不大人 要买什么呀 菜 别喝 你还买菜啊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是顾客 顾客是什么呀 上帝 你对上帝态度好点 是 上帝 你要吃什么自己的啊 你拿多口臭啊上帝 你吃得了不你 我今儿请客 请一重要人物 谁呀 三九妈 你就知道三九妈 请我们领导 领导 货运公司的吧 那我跟你说别再加持了 不够档次 就是随便聊聊嘛 那你什么 现金还是卡 先给我 记账 回家一块给你 又要给你张了去吗 忙得过来吗 我已经约好凯明了 你等我一下 我进去换件衣服就出来 好 你去吧 杨总 初征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是陪高总 你陪高总 是高总 遇上了点麻烦 我朋友是这儿的护士 所以我就 是因为高总叔叔的事 这我知道 我就是送钱来的 可是在这儿碰到初征 我还是有点疑问 初征是想通过他的好朋友 看能不能帮助老板解决问题 而我呢 就是他的好朋友 这么巧 但是时间不多了 您赶紧进去吧 好 杨总 我希望您不要误会 相互之已经解释了 我不会误会 那是你想多了 不是 我是说香水的事 本来我想亲手交给您的 可是您那天不在 我只好让高总转达了 这我也知道 我也让高总转达了我的谢意 可能他没有转达清楚我的意思 反倒让你给误会了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啊 初征 谢谢你 托老板给老板娘送香水 说你是二姐 你还真二啊 我怎么了 你这无异于是工人挑衅吗 你没看见你那老板娘 看你那眼神 像是要杀了你啊 行了 我去换衣服 嗯 来喽 皮我还挺烫 张建国 这一回值得我价值了吧 你还别说啊 就是今儿这点事 嗯 没你还真玩不转啊 你不是说嘛 要找一贤狼输得的 你怎么帮他帮忙啊 我真找着了你怎么着吧 你真找着了 我把这一桌菜都吃了 你想到没 想撑死你 你这什么意思啊 一块啊 啊 张建国你说的什么话啊 咱俩都离了婚了 这这 我在这那就 无照驾驶嘛 你再说了 这就让你们的领导笑话呀 没事 那领导啊 人特好啊 多才多艺 而且还特爱锻炼 他呀去年丧偶 一直让我给介绍一老伴 就你了 张建国你什么意思这是 啊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你 跟你就得玩反见机 这种案子很麻烦 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接 我愿意接 赚钱呢就不用说了 对于一个新的律师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再说了 受害者是玲珑的病人 我就更得急了 那太好了 我帮你预约时间 你跟高总面谈 好的 谢谢你啊 初征 哎呀 客气什么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来 哎呀 如果是于海在就好了 也是哈 那个 初征 你和于海 打算怎么办啊 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你知道吗 她现在状况特别不好 她被以前那个中介公司 给辞了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其实呢 按理说她再找一份工作 并不难 你能想象她在干什么吗 她在酒吧做调酒师 每天调着同样的鸡尾酒 她说这杯酒 是属于你喝她的 她在等你 她相信有一天 你们会在那里见面 你帮我告诉她 我是不会去的 你让她 好好找份工作 找个好姑娘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吧 我们说这些没有用 要你去说 初正 我知道你心里对她有怨恨 但是毕竟你们曾经爱过 你就把她当成一个过往的朋友 去见见她吧 初正 于海有时候是混蛋了一点 可是 我相信她是爱你的 可她的爱太可怕了 我已经遍体鳞伤 我也不愿相信她的爱了 如果你们还当我是朋友 请尊重我的选择 还有这个 请帮我把这张银行卡交给她 还了这个 我们就什么都不欠了 我们俩决定结婚了 可你们却散了 真的 这可是好事啊 我给你们当伴娘吧 好啊 不过我听说 你们事务所 不希望年轻律师提早结婚 您什么打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现在不是流行隐婚吗 你别高兴得太早 你妈和我妈那关都不好过 有哪个父母不希望儿女幸福呢 只要你们坚持 应该没问题的 就是 只要把双方的父母搓合到一起 万事大计 那更麻烦你知道吗 我爸去世之前 我妈就差点和他离婚 所以他特别在乎 对方家庭的完整性 他要是知道了你的父母离异 我们俩没接就得离 那就瞒着他 别告诉他我父母离异的事不就好了 这也叫已婚 这也叫已婚